要没什么事各位就请回吧 可事还没完呢 我想见见你们家二少爷 你们吃也吃了喝也喝了 钱也都拿了 还想干什么呀 我想一把火把你们这个店给烧了 好 你敢烧了我的楼 我就敢灭了你这把火 真的 不假 干什么 我妈 忍住 我跟你拼了 家宝还安的 家宝 冷静 多说冷静点 家宝你 冷静 住手 妈 他这么对你 我今天要是死我也不会放过他 忍住 英雄不言死 你要死了 正供他们的下怀 命阿爸死了 给楼外郎带来了什么 打死了 快一下 快一下 莫塞的 没你们事 快一下 你这杯水 倒把我泼醒了 好 我们楼外楼 跟你无冤无仇 你去三番五次的来闹事 你身后一定有人唆使 你说吧 对方给你多少钱 他给一百 我给两百 你只要不怕烫熟 我就敢给 老账方 把我们的银票给我拿来 哎 撤 家宝 家宝 是你那不争气的哥 要是他不走 楼外楼月湖至于像今天这样 还剩《 кто不臣》 连个账多的人都没有 妈 儿子不小 你要是信得过我 我愿意挑出一副担子 你说的是真的 我绝不再让你 为楼外楼操心 我更不会让你 为楼外楼收入 家宝 我听了你的话 不知道是该高兴 还是赶上 这可是逼着你长大 水哥 赶紧拿上香炉 招呼大家 到洪家祠堂 钱 怎么了 你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恶心得很 头晕得厉害 你们 你们先回去吧 那 先去等着 等会儿 我们先去大逃 妈 我难说得厉害 那我送你上楼 快 扶着少奶奶 扶着少奶奶 你们两位啊 去给少奶奶拿点水来 好 淳贤 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呀 不然的话 不会一直拽着我的手 果然什么都逃不过您的眼睛 我刚才 确实是装的 是因为有话要对您说 又不方便当着家里人 因为这些话 有点难以启齿 我怕打破了洪家的和谐 你不用解释 就说吧 妈 您突然 让家宝 当了外楼的掌柜 这个决定 会不会有点草率 洪家呀 一向通达 你要有什么好的建议 都会被采拉的 那我就直说了 妈 您让家宝当这个掌柜的 家住回来了怎么办 您让她 不干什么呢 我明白了 妈 我是您的儿媳 更是家住的媳妇 所以 我只是给您提个小小的醒 有什么不当之处 还请您去吃 你提醒的对 是我一时冲动 想的太简单了